星星相識 歡迎收看星星相識 我是今集節目主持人Kinky Hello 大家好 我是Tessa 很開心今天邀請到星之動力的主辦單位 和我們上來聊聊天 首先我先介紹我旁邊的位置 他就是星之動力副會長Garren Hello 還有中間的位就是青年文建聯主席Horace 大家好 而我隔壁就是星之動力主辦單位主席Billy Hi 首先和我隔壁Garren先聊聊天 好 為何你會有這個概念搞歌唱比賽 因為我們起初有幾個人都是對音樂有興趣 想在一個社區裏面搞一個比賽 可以認聚到一班大家對音樂都有興趣的人 一起去玩和建立友誼 大家研究一下音樂上的東西 那你為何會有這個構思呢 以及為何會命名為星之動力呢 因為我們搞一個比賽最主要就是音樂為主 音樂很多時候就是靠聲音 所以我用聲這個字 就想在搞一個比賽可以凝聚一個力量 每一個人可以發揮自己的所長 所以我用動力和英文名用power 就希望有一個很爆炸的東西在音樂上 你也給了很多參賽者演出機會 那你覺得這幾屆的參賽者夠不夠power 其實每一年都很有power 一年一年的實力其實每年都增長 你的實力是現在愈越厲害的人唱歌 不如問回我們的隔壁 我隔壁的Billy是嗎 五屆 你覺得有甚麼特別的困難呢 由第一屆到第五屆 八足五屆這麼久了 每一年都有不同的人數 不同的環境因素 天使地人和 那你有甚麼特別的困難才要重重突破呢 其實突破和困難 其實每一年當接受報名的時候 這個就是一個困難 每一年就是擔心的報名人數 這樣也是 太多 太多 太多就沒問題了 就是擔心是 比下列少 就是之前那一屆 就是這樣 以我所知你的擔憂好像沒有成立過 今年是很僥倖的 過了四位上市 嘩 反應這麼熱烈 今年是有1100人 Harris 你有沒有說過 其實你第一年是否透過人數 第一年和現在有多大的對比 第一年我們的票房 參賽者是110人 逐年逐年向上增加 到最近第五年我們有1100人 即是有10倍的增長 票房都可以有所交代 當然我們希望將來的票房更好 叫好又叫做 即是我們應該投資下去 是啊 藍籌來的 得到現在這一屆 和以前第一屆來比 組別會否有些不同 這個主席最清楚了 組別嗎 其實在第一屆和第二屆 都是公開組 第一屆和第二屆 只有一個組別 我想問公開組 你不可以結婚 不可以很多人參加 只有一個一個 只有一個 個別 我明白為何跳躍得這麼快 因為有很多組 為什麼第三屆開始有這樣的轉變 其實都是想多些不同的年紀 因為搞完第二屆的時候 發覺有些小朋友十多歲 甚至乎小時候十歲 有些又會四十幾 五十幾 六十幾歲 其實每一屆都有一些很年輕的 最年輕的我記得是有七歲 六歲 六歲 六歲到七十六歲都有 七十幾歲都有 OK 即是你比較想令所有不同年紀的人 都可以把他的音樂才華發揮出來 是嗎 是多了很多不同的機會 是對的 其實很多不同的歌唱比賽 應該比大家不同的年紀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音樂程度的人 可以發揮到最好的一面 其實我也想知道 其實香港五年內 都有很多變化 很多不同的場地都會出現 第一屆到現在 你的決賽場地都不同了 可不可以講一講 為什麼會轉變呢 第一屆人數比較少 你們一屆的時候在哪裏搞 這個決賽是在中央圖書館 對 即是銅鑼灣的中央圖書館 我們是不教育一個不太大的地方 然後演變就是 其實我們想每一年 我們每一年的人數都在增加 比賽場地也會由第一年的圖書館 第二年的禮頓山社區會堂 第三年就是中環大會堂 因為無論參賽 和參觀的觀眾的人數 每一年都會增長 配增 所以去到第四屆 以至今屆就會在醫館 其實這個場地 你們佛思道 越來越好的時候 你有沒有什麼期望 越做越大 剛才也說到 其實我們希望有之一日 可以多人到 香港很觸目的 我們可以在紅館那裏 給參賽者參加 讓大家一圓紅館的唱歌夢 因為每一個想唱歌的人 香港的夢想都是 我要在紅館唱 就算你是一個專業的歌手 你也是想在紅館唱 我們希望有一天可以做到這件事 我和Texy之前訪問了一些參賽者 每個人都說 很希望踏入醫館的舞台上 覺得他們已經贏了 是的 我們看到他們很開心 我覺得是一個動力 說真的 醫館舞台 就算他們贏與否 拿來獎 主角決賽已經覺得自己贏了 其實這個動力是非常好的 是的 而且他們除了表演之外 他們的朋友 家人都會來支持 是的 當初有很多很可愛的組合 很特別的組合 我相信大家到時都會見到 而各位評判都知道 其實你們有沒有什麼心髓 對 你會不會有特別的印象 難忘一點 是的 即是今屆的參賽者 歷年都可以 歷年都可以 沒有所謂 嘩 突然考慮我這個 OK 第一、二屆 但是我們的初賽 就在銅鑼灣 行人鑄鑼區 舉人的初賽 公開一點 多些人走過都看到 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我自己做這個初賽的評判 就是殘酷一丁 潑入丁就好了 好 那你會不會有殘酷 很難說的 當時第一屆是否有百多人 第一屆是一百多人 一百三十 那你如何挑選入圍者 我們一定不會有年齡其事 也不會有性別歧視 我們純粹是以歌藝 去看看哪一個可以進去福賽 當中我們發覺有些是小孩 有些是兄弟的組合 有些是年長 方方面面不同形式的組合 或者參賽都有 其實我們試過得獎者 我覺得是高大英俊 真的嗎 可不可以介紹 我上次是誰 是誰來的 不是真的有上次 是誰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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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不是你 Horlis剛才說的那位 其實他印象最深刻的那位 就是第一屆冠軍 是誰來的 他叫黃忠傑 黃忠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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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真的加入了唱歌的行列 其實在一力界 有些參賽者 現在其實是看的 一些電視機上看到的比賽 他們有參加 在電視機上看到他們 其實聲之動力是一個很好拿的經驗 亦可以鍛鍊自己的地方 你可以更上一層樓 不再怕面對觀眾 可以克闊自己的心 其實三位都很喜歡音樂的人士 會不會想過自己也上台表演一下 或者你有沒有參加過什麼歌唱的比賽 Garren呢 我們這裡是不可以不說話 我知道 我都不問我 現在問你 最主要是以前也有參賽 對 以前也有參賽 那你那時候參賽歌曲是走什麼路線的? 其實現在就算一般很多人參賽的參賽者 一般都會唱一些慢歌 那你呢? 你是快歌 我也是 因為我是屬於比較去年代的人 去參賽 大部分都是會唱慢歌 你是溫柔而已 對 就是因為自己有參賽 有玩過這些比賽 就覺得 搞一個比賽 是比參賽更好玩的 嗯 肯定 那唱慢歌有沒有說 有什麼技巧啊 不如分享一下 那你要問問我們主角 但是其實 我覺得Berry是像會Rock and Roll Rock and Roll 唱慢歌是你的經驗 Berry是否有唱慢歌的經驗 其實呢 都不是的 不是的 都可以的 但就不會 因為其實我呢 怎樣演變到現在是 搞這個比賽的其中一份子呢 其實在第一屆和第二屆 我其實是星師同力的參賽者 哦 原來是參賽比賽 你是參賽者 參賽者 但你現在是主席 對 其實呢 你在做了什麼呢 其實呢 應該這樣說 就 搞完第一屆和第二屆之後 可能 很難說的 一些緣分 對 他們有一天 那時候拿了獎 當然 有些 什麼獎 那時候我拿了牙筋 哈哈 哈哈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那獎金呢 是事後上去的寫字流動 拿的 很多嗎 都可以 OK的 我覺得是 其實跟現在這一屆都沒有轉變 其實我覺得呢 最開心的是 上台那一刻領著那一刻 獎金 你可以排給我 是啊 那一刻的榮譽 OK 是 不可以 不要緊 那時候呢 他們就問到我 其實作為一個參賽者 有什麼吸引力 會讓你參加各場比賽 當時問我 對於我來說呢 那 那 獎金 對我來說 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那反而是場地最重要 是 因為 獎金呢 有限 有限 那 想佈一個大會堂去 去唱 其實 都還有很多 很多 很多獎金 對 才可以做到這件事 那 其實那場地 是最吸引 參賽者 嗯 那時候就 嗯 然後就 他 找我去合作 一起去 舉辦這個比賽 所以 給了很多的意見 對 你自己想的概念 對 其實那個 其實那個 組別的變化 當時是 我 就給了這方面的意見 和場地 所以 第三屆 演變了 由 社區會堂 就變成 大會堂 和不同的組別 Billy也是一個 勞鼓功高的人 對這個聲支動力 做了很大的恭喜 當然 都是 用 我 參加過這麼多個比賽 吸收了其他人 有些好處 將這些東西 歸納去 嗯 說到 如果搞一個這麼大型的歌唱比賽 其實 資金那裡 會是怎樣來源呢 資金 已經去到醫館了 對 其實這件事我真的很關注 找一些贊助 或者是 其實因為 真的太好了 這個比賽 贊助 這件事 投資下去 每一年 每一年都非常頭痛 你可以答一答 對 說一下 每一年搞這些比賽 最主要是怎樣去賺錢 雖然我們說不是很鋪張 但其實你都要花錢 你訂金 我們當初第一次的時候 其實我們沒有什麼賺助 很多時候我們都靠 可能找回 因為我們民建聯主辦 民建聯可能有些少許資源 找回自己的戶口 對 但去到之後第二第三個 開始成熟 都多人知道 我們相對去找一些資源贊助 亦都會容易一些 多了贊助之後 我們亦都可以搞大型一些 那些參賽者的化妝 髮型 或者是 衣著 又會是怎樣的呢 其實化妝 在以往 第一屆至到第三屆 我們找不到化妝的贊助 很直接 我只是想知道 那時候第一屆 第二屆 第三屆是怎樣演變 那他們是怎樣 不化妝 不是 是 是用了 是用了他們的功力 不想去想化的功力 基本上 不只唱歌 大家參賽者互相幫 我看到他們互相幫忙 我記得第三屆 有些參賽者是自己很厲害化妝 也是公開組的其中一個得獎者 真的 不是 不是 就是細三屆過了 他們互相幫忙 就是這件事 看到這件事是真的需要的 是的 由第四屆開始 就開始找到化妝師 一隊隊來幫參賽者化妝 真的可以看到 越來越好 越來越多人的時候 你們會越來越增進這個科技 也會令我們參賽者數越來越好 我相信 他們的表演越來越好看 我們會不會接下來有什麼展望 或者想不想再搞一些組別 或者有什麼其他活動想搞 或者可能是舞台劇 會不會這樣 或者是歌舞 歌舞 歌舞會 會不會你們 我們其實有個會 我們有個會 都是叫聲之動力 真的嗎 會來的 就是叫聲之動力 OK 那你做什麼 除了比賽 都可以 明白的 這個會其實都是一個平台 他不斷 找一些演出的機會 給一些有興趣 上台表演的人 傳說的事 可以讓他上台表演 不論他唱歌 跳舞 詩儀 對 我們可以參加 對 都可以的 或者樂器 很多種不同的表演 可以讓他們上台去做 現在已經有了 現在已經有了 有了 各類型的表演都可以 我覺得我們都可以參加 剛才那些音樂劇 我們其實是 臭鼻緊 臭鼻緊 我發現 Horris很久都沒有出聲 密密地聆聽 我相信你也有些很想告訴我們 雖然我沒有參加音樂比賽 真的嗎 但我很喜歡唱歌 每天我洗澡的時候 我一定唱歌 但我也是 我想少數的東西 在洪館有這個演出經驗 真的嗎 但我不是參加音樂比賽 可以分享一下給我們的觀眾 洪館的 其實是我們民建聯 一個十五週年 我們在洪館去選一個 慶祝的晚會 開三年台 我當然是借這個機會 去表演唱歌 我第一次感受一下 在洪館 究竟一個歌聲 對著觀眾唱歌 是甚麼的感受 我想這是 很多人都希望做到的事情 雖然我五音不傳 但我都有機會 陳靈心尊重一次 五音不傳 我是二百萬 其實這個真是很好的經歷 我希望接下來 因為聖志動 可以發展到洪館 令更多參賽者 有更多舞台經驗 醫館 令更多參賽者 突然在牧場 踏入他們第一步 其實很多人因為 醫館 是撲過來參賽者 已經覺得自己贏了 其實我們去年開始 也不停問很多參賽者 為何會參加我們這個歌唱比賽 然後差不多全部人 九成多的人 都是說這個原因 其實我們問的十成都是 是啊 我看回節目 現在看過幾集 發覺很多參賽者 他答的原因 參加這個比賽 都是因為Final的場地 其實這真是一個事實 普通的歌唱比賽 你不可能無端上去醫館 一個這麼大型的舞台 一個是演奏級 或者一些歌聲思想的地方 你可以站在那裡 可能有些人 唱一輩子的歌 都站不到在上面 除了你是明星那些 我好處唱歌 我沒有可能站在上面 或者歌唱沒有贏到 未必可以站在那裡 你的文件 你的主辦 聲之動力 可以令到我們喜歡唱歌的朋友 有榮幸地站在舞台上唱一首歌 其實有沒有獎項 他們已經知道 心裏他們已經贏了 其實挺感動 因為他們思想來說 真的有點硬塞 這是事實 令到很多參賽者 真的完成了一個心願 就算以後他們做什麼職業 唱一首歌 成為一個很好的回憶 這個相信在他們來說 也挺大的回憶 我太感人了 其實對於我們來說 令到現在也挺感動 現在你哭吧 其實這件事真的挺感動 雖然有人比較跳皮 但這件事我覺得真的 比較難忘 如果我有機會可以唱 有機會 但我沒有 來參加 下一屆來參加 謝謝 不如說一下 如果有很多參賽者 來主辦單位 讓你上台唱 對 你會有什麼感受 有什麼感受 有什麼感受 你想不想他唱 想 想 因為我們本身 我和Billy 以前也有參加比賽 其實是開心的 你上了這麼大的舞台 所以為什麼我們每一屆 那個場地都變 每一屆都 越來越 好像走高一級 因為我們本身 做過參賽者 都是一路一路上 去到最好的舞台表演給人看 又開始感動了 其實我這個節目應該很開心 我覺得 越來越感動的時候 就不是那麼好 不如這樣吧 Kinky 不如說一下吧 入到福賽 固然是好 可能落選了的 三位嘉賓 有沒有跟落選了的參賽者 給一些鼓勵的話 希望下一屆有什麼 對 Horris 我記得是落選過很多次的比賽 但最後成為我們的歌神 我相信在我們的比賽中落選 很多人都成為歌神 歌喉 歌仙 對 對 好 那當然 其實落選我覺得不是什麼 已經贏了 對 因為有很多不同的時間 天時地利 你可能遇上一些很強的歌手 很強的對手 或者自己可能突然有病 不要緊的 其實我們有很多參賽者 去到最終 可能這幾年 我們都見到他們進入了最終 但都贏不了 我覺得不要緊 總會有一天 他在這裏不行的 就在第二裏 我有一些感動 對 我也有些感動 Billy呢 我看回 譬如今屆 今屆有一些拉票的宣傳片 要拍 其實 以往 現在對上三屆 那麼多參賽者報名 原來有些參賽者 已經玩了三年 是 今年呢 他說 我今年足之入 這個 升之動力的決賽這個台 就是 他們是 覺得已經是賺了 我覺得這個 這個 這個 用這樣的思想去玩一個比賽 是對的 嗯 令到他們不會這麼大壓力 對的 還有另外的 我想說 如果是 如果是 或者你 一邊參加過這麼多的參賽者 如果你都 譬如現在 玩了很多年 好像還未入 都入不了 聲動的決賽 我覺得 不要緊要 繼續努力 其實我們 我們 其實 每年都有 遊戲規則都會變化 嗯 你們可以 其實 總有一年 我覺得你們有機會 所以 你們繼續努力 今集的時間 差不多了 很感謝 Rily Horris 和Garen 來和我們聊天 今天這麼開心 如果你想重溫今天的節目 歡迎到Aplus的網站 Aplus5109.com.ha 或者如果你是iPhone 歡迎登陸APP 隨時隨地 重溫我們今天這麼開心的時刻 下一集 我們會再請 聲之動力的主辦單位 和大家聊聊天 千萬不要走開 拜拜 字幕志願 字幕志願 字幕志願